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对不对 就有你也不敢举手 拉仇恨 因为你知道 有什么是比求而不得更痛苦的吗 比求而不得更痛苦的就是 你求而别人得了 那有没有人记得 你记得你非常想要的某样东西 但是却让别人得到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在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那一年我的朋友 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要的东西 一台索尼PS2的游戏机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一大半的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却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样子 你看着别人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那真的是非常难受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别人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小段时间有个姐妹卖房子 那段时间可能市场并不太好 几乎没有谁能够把房子卖出去 他非常地紧张 他很着急 想把这房子卖掉 于是他不停地祷告 求神能不能帮助他把房子卖了 他虽然想要卖房子 但你知道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用了基督徒成熟又无私的方式来祷告 他祷告说 主啊你知道谁需要我的房子 请你按照你的时间把它们带来 智慧的姐妹 他不说主啊帮我卖房子 他说主啊你知道谁需要我的房子 把它带过来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收到任何offer 连询问的人都很少 那有一天聚会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朋友 也准备要卖房子 他就有一个请求 他就说希望大家能够为我来祷告 我们家这个周末呢 要把房子open house 然后呢我们一家人要外出去度假 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房子 布置得非常完美了 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我们希望我度假回来 这个房子我们就能卖掉 于是大家都说OK没问题 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 但是这个姐妹呢 她心里说 你想得倒挺美 因为在她看来 神是不太会听卖房子这方面的祷告的 因为她试过了 没有用 那然后过了一周 他们又再见面了 结果她的这个朋友一见面 就非常的兴奋地说 她说感谢主 我的房子真的卖掉了 然后这个姐妹一听就崩溃了 她回家之后就跟神一通抱怨 说主啊 我卖这个房子时间不比它长吗 我的房子不比它的好吗 我还在教会服侍呢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些额外的恩典吗 再说我比它等的时间已经长很多了 而且是我先向你提出的要求 这不公平 所以我承认 看着别人得到了 你一直在求神给你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 叫做等候属于你的恩典 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有一位父亲叫做雅鲁 她的问题比卖房子要严重得多 因为她的小女儿这个时候快要死了 她是一位非常绝望的父亲 她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你知道父亲为了孩子 是什么都愿意做的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 父亲对孩子是往往更有同理心的 有时候我的孩子受点小伤小痛 比如磕到头什么的 他们就会去找妈妈 那妈妈就看看 揉一揉说 没事没事你玩去吧 对不对 那每当这个时候 他们就知道该去找谁寻求安慰 他们就来找我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说 啊 你磕到头了 反正就是要很夸张 你知道吗 哎呦我可太心疼了 快点来我来抱一抱 每次孩子有点不舒服 我就很紧张 眼睛肿了 我就说我们去医院吧 我妻子说不用 我们先吃点过敏药 观察观察 孩子发烧了 哎我说我们去医院吧 我妻子说我们不用 我们先吃点退烧药 观察观察 孩子肚子痛 我说我们去医院吧 反正你也看出来了 当父亲的也不会别的 就会去医院 除了知道焦虑 基本上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你知道父亲们的外表虽然很坚强 但是当孩子们生病的时候 他们只想着要减轻孩子的痛苦 所以在今天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雅鲁 圣经说他是一位会堂的领袖 也就意味着他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但他的女儿此时正在病危当中 我们可以推测 他此时应该已经试过了所有的医生 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他来找到耶稣 扶扶在耶稣的脚前 恳求说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以活了 而耶稣如何回应的呢 二十四节说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的人跟随拥挤他 我们看雅鲁的请求 其实非常的具体 他说求你去 然后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以活了 你要去 还得按手 还得痊愈 还得活 有一种教导在教会当中 告诉我们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越详细越好 你祷告得越详细 说明你的信心越大 叫做You name it and you claim it 假如说你想要 跟神要一辆车 那么你就要告诉神 你想要这样车的型号 颜色 大小有几个座位 什么牌子的 多大牌量 等等等等 把这个车的全部的细节 都要告诉神 当然腓立比书四章六节 告诉我们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是喜悦我们 为一切事情祷告 甚至是一些小事情 他都希望 我们在祷告当中 向他交托 因为他希望我们 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他想要和我们 去建立关系 但我觉得 至少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在我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很详细地 为一件事情祷告 那么这件事情 在我心中 我就会越来越在意它 我会越来越执着于 神要按照我的想法 去成就这件事情 以至于我不再去寻求 神的旨意 以至于我可能在过程当中 会忽略一件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耶稣 与我同在 二十四节当中讲到说 耶稣就与雅鲁同去 所以我们的神 不会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神正在 为着我们的好处工作 祂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 不是一位高高在上 坐在天堂里面 好像皇帝一样 在那里批阅 然后在决定说 我何时回应 以及我如何回应 没有错 祂是医治者 祂是安慰者 祂是我们的引导者 祂是信实的 但是祂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的神 更是我们在罪恨的时刻 与我们同在的神 阿们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十五节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逝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头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 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 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自己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血漏的妇人 是整本圣经当中 耶稣唯一称她为女儿的人 但今天我不打算详细地 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 因为我要专注在雅鲁的身上 所以当耶稣答应了雅鲁的请求 与她同去之后 发生了一个插曲 就是在半路上有一个女人 要从耶稣的身上得医治 而耶稣就停下来 与这个女人互动 问题在于说 在这个时刻 雅鲁她在哪里 雅鲁她在想什么 我们试想一下 这个父亲非常的绝望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耶稣 他也引起了耶稣的注意 而耶稣正跟着她 一起去医治她快要死的女儿 但是突然耶稣停下来了 他停下来去医治别人了 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内心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困惑 我们想要问说 上帝那里难道你没有排队系统吗 上帝那里没有先来后到吗 上帝那里难道不分轻重缓急吗 我们大家都去过DMV对不对 但你发现上帝似乎没有用一套 取号排队的系统 好像说你要什么 工作 OK 给你个号码 A3 你要什么 婚姻 给你个号码 B5 你要什么 你要孩子 给你个号码 C7 你发现神这里没有这样一套系统 而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上帝立即回应了一些人的祷告 而我的祷告却似乎没有被听到 这里我们看到雅鲁 耶稣听了他的请求 并且耶稣已经开始行动了 换句话说叫了他的号了 已经开始处理他的事情了 耶稣正在和他一起前往 去他救他女儿的路上 但是耶稣却停下来了 就好像什么 你到DMV去排队 对不对 你排了两个小时 终于告诉你到几号窗口 你去了 就工作人员去做别的去了 而在接下来的十节经文当中 你发现雅鲁完全没有被提到 他去了哪儿 他做了什么呢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如果我是雅鲁 我会做什么 我肯定会跟上帝说几句 我会说 哎呀对不起耶稣 能不能麻烦你快一点 我女儿都要死了 你不是答应我 会按手在他身上 让他痊愈 使他得活的吗 大家注意这是雅鲁说的 耶稣可没有答应他 耶稣就是跟他走了 但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们会把事情搞混 我们会把我们向神请求的东西 当作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会对耶稣说 我会说拜托了耶稣 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了 我这个可是急诊呢 你可以回来再医治这个女人呢 她已经血漏了十二年了 十几年了 对不对 你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你回来再治她吗 是我先来求你的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It's not fair 你知道在我家 有几句话是被禁止的 我的孩子们有些话是不允许说的 其中有一句就是 I hate you 我恨你 这在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说的 第二句就是 这不公平 我不允许他们说这不公平 因为首先生活就是不公平的 我希望他们越早明白这一点越好 而其次 作为父母 我们已经尽全力 为他们做到最好了 所以不要跟我讲说这不公平 但是有时候 我们却会对神说这不公平 当我们带着不公平 去找神的时候 我们同时要记住一件事情 祂是我们的天父 并且祂是完美的 这就意味着 祂并不是在努力做到最好 而是祂本身就是最好的 阿们 如果祂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 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仍然相信 祂是一位全然良善的父亲 而且祂与我们同在 二十四节讲到说 耶稣就和祂同去 然后许多人跟随拥挤祂 然后我们跳到三十节 耶稣顿时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祂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感觉有人摸他 因为有能力出去了 祂就问门徒到底是谁摸我 门徒是什么意思 门徒说你看这么多人 人挤人 人挨人 碰你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对不对 你还问什么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到处都是人 你就想象节日的迪士尼 结果没有 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景 你有没有在那种压迫性的 拥挤的人群当中 你有没有经历过春运 你有没有经历过 早晚高峰的北京地铁 或北京公交 那是非常吓人的 我记得有一年五一 放假我要回家 我就在地铁一号线换乘 因为是这个节日期间 它其实已经家运了 所以那个地铁很快 差不多一分多钟 不到两分钟就一趟 但我记得很清楚 我大概有二十分钟 我都没有挤上地铁 因为来一趟是满的 来一趟是满的 而且你知道 比挤不上去 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是你下不来 你挤不出去 你要坐过站 所以你想象一下 雅鲁他带着耶稣 穿过这么拥挤的人群 所以当你在等候神的时候 你要么紧紧地跟随 抓住他 要么你就会被人群冲散 此时的人们 他们都在很努力地 靠近耶稣 因为知道耶稣有能力 因为知道耶稣能医治 而对于雅鲁来说 他必须竭尽全力地 为自己的女儿去争取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紧靠这一位 他所信赖的耶稣 他相信耶稣 能够医治他的女儿 所以当你的内心 被焦虑和恐惧 所填满的时候 你如何保持 与耶稣紧密的联系 至关重要 对兄姐妹们 在那些你感觉与耶稣相距甚远的日子当中 你必须要学会推开人群 穿越人群 然后去靠近耶稣 你必须要有意识地 在他人祷告得成就的见证当中 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信心 当耶稣停下来 去医治这位血漏的妇人的时候 作为亚鲁来说 他有很多的选择 他可以选择更靠近耶稣 他也可以选择生气 嫉妒 然后转身离开 但他还有一个另外的选择 就是告诉自己说 如果耶稣能够成就他的事 那么耶稣也能够成就我的事 阿们 所以你要学会 去在他人祷告 蒙英允的见证上面 见证属于你自己的信心 我和妻子偶尔会讨论 前几年经历的一些事情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尤其对我而言 因为涉及到其他人 我就不详细说明 但你需要知道的是 那段时间当中 我不断地祈祷 我不断地恳求 我为我们的处境没有改善 而感到沮丧 我甚至用了 我自己在家当中 禁止说的词句 我对上帝说 这不公平 有些日子 我感到非常的绝望 因为我感觉 其他人正过着 我所祷告的生活 我知道你也曾经有过 同样的感受 你想知道说 上帝啊 你真的在听我祷告吗 但是当我回顾那段时光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清楚地记得 上帝与我同在的感觉 而正是这种感觉 支撑着我 在那些我紧靠他 向他呼求 表达我绝望的那些时刻 我感受到他的同在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 在这样的人生阶段当中 紧紧依靠上帝 你会知道 那种感觉 几乎是无法形容的 如果非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 那种感觉像什么呢 那种感觉就好像 在你无法呼吸的时候 戴上了阳气面罩 这就是与神同在的感觉 而那个情况 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而现在当我走过来 当我站在另一端 往回看的时候 我意识到说 虽然上帝 没有按照我预期的方式 来成就我的祷告 但是他却在我身上 做了更多的工作 他在我的家庭当中 做了比我能想象的 或者比我所要求的 更好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 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使用的 最能够让我们 去靠近他的东西 正是那些 我们不会去选择的东西 神就是要用那些 我们不想去选择的东西 来让我们学习 靠近他 所以回想起来 如果我早知道 说这段时间并不长 当然虽然一年并不算短 但是和我想象中的相比 它没有我所担心的那么长 我不知道这段经历 会持续多久 但是如果我早知道 它也就能持续一年左右 我就不会那么地焦虑和害怕 所以有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 一个时间表呢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 一个时间表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手里 都有一张时间表 那么你会发现 日子会变得容易得多 就像每当 我在跑步机上的时候 你知道唯一能够 让我坚持下来的是什么吗 不是毅力 而是屏幕上 显示还剩多少时间 精确到秒数 所以每次当我运动的时候 我也很累 我也不想坚持了 我就会对自己说 哎呀 那上面还有十二分钟 我可以再坚持十二分钟 如果我在看手机的话 这十二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在跑步机上 这十二分钟就显得 隔腕的漫长 但生活当中 上帝不会告诉我们 这段日子会持续多久 他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的提示 让我们知道终点就在眼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必须要紧紧地跟着上帝 我觉得上次我回国的时候 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国内的外卖 因为真的快 有人喜欢叫外卖吗 美国也有 叫Doordash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上帝 像美团 像Doordash 你会觉得那样就好了 对不对 就像我每当忙的 没时间做饭的时候 我只需要打开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决定说我要吃什么 我可以根据心情选择 是麦当劳 还是好一点的餐厅 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就是你可以追踪你的食物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就是每次我下单之后 我会不停地查看手机 因为它会显示说 哦 他们正在准备你的订单 哦 这个配送员已经取餐了 他正在这个赶来的路上 而这当中最 我最喜欢最棒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有一个小地图 能看到一个小车子 在上面移动 对不对 你就说哦 他刚刚转进了我家附近 他离我就两个路口了 他现在在那里等红灯 所以就讲 你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有一个天堂的应用程序 那是不是很棒 你可以打开它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需要一份工作 然后我顺便再加上说 我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得很好 然后最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 说你的订单已收到 你的订单正在准备当中 你的订单正在运送当中 预计将在三十多分钟之内到达 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 但这不是上帝工作的方式 他不会给我们一个时间表 你想象一下 雅鲁站在人群当中 他不知道耶稣会停下来多久 他也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再次停下来 周围都是人 大家都在挤来挤去 而对他女儿来说 每一秒钟都是生命的流淌 于是在第三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经文 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然后三十五节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其实我们今天都有剧透 对不对 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它是一个happy ending 但假如今天你不知道的话 当然有人告诉这个父亲 耶稣在旁边听到 他讲到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需要再劳烦她了 不需要再劳烦她了 为什么耶稣 不直接跟亚鲁说 别担心 我也会医治你的女儿 耶稣说的是 不要怕 只要信 为什么耶稣 不直接告诉他结果 而是告诉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此时的耶稣 正在对亚鲁的心 进行工作 上帝没有给我们时间表 因为他在我们当中 在做更大的事情 当耶稣停下来 和那个刚刚被治好的女人 说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不是在耍牙鲁 他也不是被动地在拖延时间 他在做一件更大的事情 他接下来要让很多人看见 有彼得 有雅各 有约翰陪着 他在教导他们 他要向他们展示神的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没有得到神的回应 或者说我们的祷告 没有得到神立刻的回应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神在我们每次祈求的时候 都按照我们的要求 立刻就给予我们 那我们就会变成 那种只在无能为力的时候 才会去找神的那种骄纵的孩子 你知道比起我们的处境 上帝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心灵 耶稣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够治好那个小女孩 耶稣根本不需要亲自去雅鲁的家 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百夫长 他的仆人病危了 他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仆人 因为这个仆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百夫长觉得说 自己不配让耶稣去他的家 所以那个人就对耶稣说 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能够得医治 圣经说耶稣对那个人的信心感到惊讶 然后立刻就治好了他的仆人 没有到他的家 耶稣要医治 马上就医治 超越时空 超越时间超越地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上帝无所不能 但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更大的事情 他要在你的心里工作 他要对你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哈雷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神不是没有听到你的祷告 他已经听到你的祷告 而且他正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更大的事情 不要去看别人的祷告成就 不要看别人身上的恩典 你要知道神在你的身上 有属于你自己的恩典 所以当你在等待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坚持下去 你要保持与耶稣靠近 不要放弃 也不要走开 你要知道属于你的恩典 总有一天会来到 我们要如何做到 我们知道在这过程当中 你难免会焦虑 你难免会害怕 我们怎么才能不害怕 当你不知道 你的婚姻能否维持的时候 这是令人恐惧的 当你不知道 你的青少年孩子 能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 这是恐惧的 当你被诊断出癌症 你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的时候 这是令人恐惧的 我们承认这些环境 是让我们恐惧的 当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专注于自己的恐惧 但我们也亦或者可以选择 专注于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恐惧会使我们逃离 恐惧会让我们陷入到那种 去思考上帝不回应我们 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恐惧当中 但或者我们可以选择 紧紧地跟随他 专注于那位我们所相信 我们所仰望的神 那位我们所侍奉的上帝 所以耶稣说 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他是信实的 所以当你的思绪被困扰的时候 你必须要抬头 你必须要仰望 诗篇121篇讲到说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我要把我的信心 放在一个建造 创造天地的上帝那里 他有的时候走在我前面 他有的时候走在我后面 但更多的时候 他在我最黑暗的时刻 与我同在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失去希望 你必须要保持与神的亲近 然后去看耶稣会做什么 所以37节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大利大股米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耶稣怯怯地嘱咐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最终的故事我们知道 是一个happy ending 他的女儿 得到了耶稣的能力 弟兄姐妹 在故事当中你发现 亚鲁没有得到 他最初向神求的东西 对吗 当他来找到耶稣的时候 他求的是什么 他求的是一致 但他得到的是复活 所以我从祷告当中 学习到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紧握 自己的祷告清单 上面写着 我们希望上帝做的事情 我希望他如何做 我希望他什么时候做 但有时候上帝 会要我们放下这份清单 而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信心 事情可能不会按照 你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但我的信心 不在这份清单上面 我的信心在于我的上帝 我的信心在于那位 知道我有多少根头发的神 我的信心在于那位 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 我的信心是在于 那位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神 我的信心是在于 那位完美的阿爸天父 我的信心在于 他了解我 比我自己更了解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紧紧地靠着他 所以无论多么黑暗的时刻 他都要记住说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阿们 所以你知道吗 没有你任何你所经历的黑暗 是耶稣没有经历过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经历了所有的悲伤和试探 所以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他是我们真正的同理者 他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你可以满怀信心地 来到他的面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会 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知道等待不容易 但是我们等待他回应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收获了更多 我们找到了恩典 也找到了怜悯 在等待当中 我们更深地认识了他 我们发现 他不仅仅是医治的上帝 他也是在我们困苦 疑惑 挫折 失望当中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一直就在你的身旁 他随时准备要给予你 每一个时刻 你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 所以当我想到 我生命当中 最黑暗的那些时刻 就是早上你醒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短暂地忘记 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但是突然很快 现实和痛苦会再次袭来 恐惧会再次占据你的心头 就是在那些时刻 我记得最深的 是上帝真实可感的同在 如果我没有紧靠他 我就不会起床 如果我没有紧靠他 我就不可能度过每一天 有一位牧师讲到说 等待也许很艰难 但它从不会让你失望 等待也许很艰难 但它从不会让你失望 弟兄姐妹 你认可这句话吗 这句话的正确与否 其实取决于 我们等候的对象是什么 换句话讲 问题不是简单的 我在等候什么事情 真正的问题是 我将我的盼望放在哪里 等候和盼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等候的终点 就是等候的人得到他所盼望的 我等候我盼望一份称心的工作 我正在等候盼望一份好的结果报告 我在等候一次解脱 或者我盼望一个孩子 但是万一神没有赐予我们 所盼望的东西呢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等待 终必换来我们所期待的那些东西 神没有应许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怀上孩子的 不是所有的癌症最终都会被治愈的 也不是所有的单身都会找到配偶的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将盼望 寄托于我们正在等待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应当将盼望 放在比你等待事情大百倍大千倍 大无数倍的事情上 那就是神的应许和他的性情 诗篇第46篇讲到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要知道神的性情 因为神的作为反映他是谁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相信神是良善的 那么你就要相信他的道路是良善的 如果他的道路是良善的 那么他的答案就一定是良善的 即便这个答案让你难以接受 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总是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的 我们很容易透过我们自身的处境 去看神 我们通过自身的处境 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 我们去看神的性情 如果我正在经历艰难 那么神一定是残酷的 如果我正在试验当中 那么神一定是轻易发怒的 又或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那么神一定是不公义的 是不公平的 但是这些有色的眼镜 其实是一个拿反了的眼镜 我们要做的是把它调过来 你要透过神的性情去看你的处境 而不是通过你的处境 去看神的性情 如果神是我们的帮助 那么他就会在我们的试炼当中 为我们的益处做工 如果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那么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平安的 如果他有怜悯和恩典 且有丰盛的慈爱 那我们在他的怜悯 恩典和慈爱当中就有安息 如果他是大而可畏的 那么他就能够在我们的等待当中 施行大能 所以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关键是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然后你要透过他的性情 来看我们的处境 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 等候将来神 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故土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 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一样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利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于是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 弟兄姐妹 如果你正在等待些什么 你要记住 你最终等候的是神自己 阿们 你最终等候的不是东西 你最后最终等候的是神自己 如果你的盼望 在你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上 那么就等于你选择了失望 甚至是绝望 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 始终都放在那一位终极良善 完全爱我们 他说的话永不落空 他的道路尽都完美的那位神上面 那么我们的盼望将永不失落 所以当试炼来临的时候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就是我们要耐心地去等候 并且把盼望扎根在那位 应许永不落空 性情永不转移的神身上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人生当中 我们难免都会经历等候的时刻 我们也知道 等候往往意味着艰难 每当看到我们的祷告 神成就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也会越发地痛苦 但是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他独特的计划 你有你属于你自己的恩典 不要把眼目放在你所求的那些事情上 而要学会向高山举目 把你的眼目放在神的身上 你要学会把自己的盼望 扎根在那一位永不转移 永不落空 信实良善全能的神上面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经历 神在你生命当中 所要带给你的那些祝福 阿们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仰望你 主啊 真的我请求你 今天的圣灵 就对某一个人的心说话 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 让他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让他们知道你从未离弃我们 而我们要做的 只是我们紧紧地来靠近你 我们要回转仰望你 主啊 就在此时此刻 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赐下怜悯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赐下慈爱 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应得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因为主 每当我们说这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是我们这群罪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但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 主啊 也不要让我们失去希望 主啊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 即使在我们看见 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相信你仍然在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 主啊 我们相信你正在做工 主啊 我们相信你全然爱我们 主啊 我们相信我们将盼望建立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必不致失落 主啊 我们在等候当中 我们更能够建立你的生命 在我们在等候当中 我们更可以经历你的大能 主啊 为着我们当中所有正在等候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仰望你 主啊 我们恳求你 你的日子快快临到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你有你自己的时间 你有你自己的计划 当你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你给我们的恩典 必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满溢出来 因为主你的祝福要么不到 到了就溢满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在等候当中 学会仰望 让我们在等候当中 学会跟随 主啊 求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你是一位信实永不落空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你 赞美你 你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 你也体恤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知道你是一而华一乐的神 在你的山上 必有预备 你的恩典 必定使我们够用 感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祷告 只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的 姐妹请坐 请不吝点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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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美你 不吝点赞美你 感谢观看